金沙江是長江上游降流可段 全長3479公里 因为天然落差大达到5100米 水资源极其丰富 因此在金沙江上 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混习于此 也是全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基地 西电东宋的主力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考家园 和四川梁山宁南远交界的金沙江峡谷上 接连上游是乌东德水电站 下游溪乐道水电站 是金沙江下游可段 四个梯级开发的第二级 这个水电站最大罢高289米 富庸水量是206.3亿立方米 和洞庭湖总容积相弱 白鹤滩水电站是目前世界 在建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工程更加创造了六项世界第一 包括水电站总装机容量是1600万千瓦 目前有六项技术指标位列世界第一 包括水轮发电机单机容量是100万千瓦 地下洞室群规模最大 300米级高拱坝抗震参数世界第一 全坝使用低热水泥运营土等等 水力发电是最洁净的能源之一 白鹤滩水电站年均发电量 可以达到624.43亿千瓦时 每年可以折省标准煤大约1900几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大约5100万吨 和金沙江上的乌东德、契乐道 向加坝低级电站 加上三峡各州坝水电站 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水力发电清洁能源走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